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外置CSS的样式 上一期我给您演示了一下 CSS样式单的基本使用方法 对不对 但是那个是在一个文件当中 咱们看一下上期的文件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上期的网页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CSS样式单 咱们是写在了网页当中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如果咱们这个网页内容很多 那这个样式单会很庞大 对不对 而导致咱们的网页很庞大 那么咱们应该怎么办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外置CSS样式 该怎么做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就是 将CSS样式单 提取到外部的文件当中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今天这儿我给您准备了两个文件 咱们先看一下 一会再运行 第一 这有一个index的html文件 大家请看 这个index的html文件 跟上期都是完全的一样 就一个地方不同 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上期的这个地方 我用的是style的标记 对不对 在这个style里面 写上了咱们的样式 今天不了 今天大家请看 我这用一个link标记 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link 然后谁 大家看这个地方 hiif 我link到外部的一个文件 叫做style.css 然后我本文件中 所有的样式单 是写到这个文件当中去 咱们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link的写法 咱们就固定这样写 rif说明我这一个样式单文件 然后类型 是文本css样式 然后再写上一个文件名 然后它就能够去到当前目录下 当然咱们也可以做上别的目录了 对不对 去当前目录下去找到这个文件 然后装载进来 进行样式的赋予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style.css里面的内容 就这个地方 style.css 内容和上期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它就是标准的样式单的写法 只不过说 咱们从标准的网页中提出来 提到一个css的样式单里面去 当然了 这个css样式单是可以编程的 比如像用了这个sars 或者说lice框架 这个精神有机会 我来给您介绍吧 今天咱们先不牵扯到这个css的编程 好 咱们这堂课就这么两个文件 咱们马上实验一下 我先建一个文件 叫做index 试试 go 然后装载上 咱们的html的内容 好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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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个文件 然后拷贝上咱们针对于p和针对于h进行颜色的设定 大家请看 h1我给的是红色 p标记给的是蓝色 好 咱们存盘 再试一下 注意看 f5刷新 大家请看 样式被复计上来了 对不对 然后咱们再看代码 咱们的代码 这个地方是纯网页的内容 没有问题 然后对于网页渲染的部分 我单独存储到了一个外部文件 stall.css 然后这个是stall.css 里面是标准的样式单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分别开发 写网页的人 写网页 做美工的人 写样式单 对吧 能够增加咱们这个代码的重复利用率 OK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关于外置样式单的写法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吗 对不对 我代码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上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